据大碗新闻 近日有网民爆料称 在四川自贡一家火锅店 吃到了变质食材 网民爆料视频显示 7月19日晚上 其余家人在自贡市老周燕火锅华商店 吃火锅期间 发现食材菌干变质 上面疑似有蛆虫 7月22日上午 该网民表示 已经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 目前已有工作人员联系 正在调查此事 该网民直言 他们希望还原事情真相 也希望更多的人关注食品安全 随后 大碗新闻记者注意到 涉事店家于7月21日 发布了一则声明 称接到顾客反映食品中 存在义务后 以第一时间进行自查 暂未发现异常 同时相关部门 也已介入调查和检查 店方正积极配合调查 22日上午 涉事店家店员表示 该店每日食材都是新鲜采购 店内卫生条件达标 除争议菌干外 其他食材均未发现异常 关于菌干的来源及变质原因 目前尚未有定论 店里也在积极配合 相关部门调查中 7月22日上午 自贡市市场监管局 高新分局工作人员表示 已经受理投诉 相关情况还在调查中 他们也与消费者取得了联系 约好这天去收集证据 会依法处理此日 会依法处理此日 在墙上身旅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